美国主持的宇航大会 与会者问题中 最高票的却是中国去哪了 这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成功进行了载人登月的国家 同时天空中目前唯一的空间站 就是在它的倡导下有多国合见的 可以说美国在航天宇航方面 绝对处于顶端的位置 但今日在华盛顿开幕的第70届国际宇航大会上 美国人却遭遇了大写的尴尬 这是怎么回事 国际宇航大会是由国际宇航联合会成员举办的年度会议 美国正是最初的倡导者之一 以美国在航天领域的地位成绩 它原本应该是大会最受关注的那个 但现实往往和期待的不同 据新闻报道称 当与会观众被邀请向会议提问时 一个得票最高的问题却是 中国去哪了 一个由美国倡导成立在华盛顿举行的宇航大会上 人们关注的重点却不在航天第一大国的美国身上 这却是令美国尴尬不已 那么中国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据悉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彦华 当天原本是要出席这次会议的 甚至就连宣传册上都印上了他的名字 但结果他并没有出现 不给美国人面子 显然不是这样的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称 国际宇航大会的主办方都表示 原因是时间冲突 但欧洲空间局局长蒋沃纳却对媒体透露 吴彦华没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是因为拿不到美国签证 换句话说 就是美国将中国拒之蒙外了 很多人都表示 这或许是因为美国的嫉妒 根据报道 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航天领域近几年来 好事连连 不仅成为首个在月备实现成功着陆的国家 甚至在月球上中的年华 还发了牙 完成了美国都没完成的成就 更让美国郁闷的是 由于NASA经费的问题 NASA甚至还要向中国求中巨星的数据 以方便他们未来对火星的探索 分析指出 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航天的忌妒 还不仅仅一次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 拥有全球定位系统的国家 GPS成为全球使用量最高的导航卫星 但中国北斗的后来居上 让美国变得坐立不安起来 在伽利略 格罗纳斯 SENHO和北斗合作之后 GPS系统紧急推出了新一代的计划 但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北斗三号的群球布局预计将提前六个月完成 这意味着 我们在国际上将得到更多的合作计划 美国怎么可能会来中国来砸自己的场子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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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